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在欧亚的鹿板块跟菲律宾的海板块的中间 不断的彼此碰撞跟挤压 那但是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我们心灵上面的防震结构 跟物理上的防震结构都做得特别好 所以因此玉山每年往上升高2.5公分 不断向上仰望星空 所以说在面临一方面是非常极权主义 甚至是已经到达专制的程度的 这样一种国家力量的监控的方式在一侧 然后跨国的资本的流动因为很快 也非常的集中 所以透过类似资料剥削的方式 去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进行监控的 这两股大的力量夹挤之下 台湾的我们把它叫做social sector 也就是社会部门 就是去让不只是您刚刚所提到的civic 就是市民啊 也包含具有公共利益精神的中小型的企业 包含合作社等等 大家加在一起透过社会创新的方式 去找出既不是所谓传统的左翼或右翼 而是我叫做upwind上翼的一条创新的一个道路 那这个也是我对您跨部门合作方式的一个解答 对 可是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 在日本也并非没有这样的力量 只是说在台湾可能对我们来讲 民主主义这件事情本身 就是一个社会集体的创作 民主制度对我们来讲 就像一个科学技术一样 不是只有自然科学跟工业的技术应用 也有社会科学 以及它在社会组织上面的技术应用 那所以刚刚讲的产创 产业创新跟社创 社会创新 在台湾并没有那么硬的去把它区分 我们的宪法可能改了六次 在我有记忆的过程里面 我们的公投法也改了两三次 那所有每一次的这种参与式的方式 其实都是从社会部门提出倡议 然后在公部门的同意跟了解之下 大家一起对经济部门给予期待 让经济部门想出一些方式 所以对我们来讲 有没有把民主制度本身就当做一种 可以创作的技术呢 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如果你有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是的话 那么跨界就是很自然的 简单的来讲 从市民的角度来出发的组织的模式 就是日本的一位哲学家 叫做冰谷行人嘛 提出来的模式 就是他一方面是 可以跟不特定的人互相交换 这是因为网络的力量啦 那另外一方面是 他在交换的时候 并没有排除掉 不管是在经济上面比较弱势啊 或者是说在政治参与上面 比较弱势的 前者可能是因为他的社会阶层 后者可能是因为 他根本还没有满16岁等等 我自己在国中二年级 在校长的保佑之下辍学的时候 我既没有投票权 也不太可能去跟什么财阀啊 等等建立关系嘛 但是呢 我当时就发现在网络网络上面的 网络治理的这样子的社会部门的社群 完全不介意我只有15岁啊 我只要有一个更好的想法 网络网络马上就因为我而改变 所以也是因为我的这个知识啊等等 都是很多来自于网络网络上 这些开放社群 所以让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就是 你越能够把这些15岁左右朋友们的意见 纳入的话 那么你离未来 透过你而来临就更近一点 就是当时我去参加了占领啊 我们在立法院占领了整整三个星期 不过当然我除了前一个晚上在现场 以及帮他们拿网络线过去 所以就可以看直播之外 其他大部分都是在立法院外面的街道上啊 那因为在街道上有20个不同的NPO 正在讨论服务贸易协定的20个不同的方面 包含当时在街上做成的一个共识 就是在4G发展的时候 绝对不能够用PRC方面的一些材料啊 那这个是全世界现在正在讨论我们超前部署了6年啊 就做成了不要使用这个PRC的原件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所以对我来讲 其实我的工作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同样都是透过我的专业技术 营造出一个不同立场的人 找得到共同价值这样的空间 我进了政府之后还是跟政府一起工作 并不是为了政府而政令宣传 我的工作仍然是跟当时的街上是相同的 不过当然台湾在这一方面 因为我们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 大部分的人口 不管他是在服务业或者是制造业工作啊 其实都是在相当规模比较小的这样子的地方 所以本来就是比较灵活的 这个是台湾的产业的一个特色 但是即使是在相当有规模的大企业里面 台湾的企业家也非常注重 所谓的内部创新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举例来说 好比像说我之前在15岁辍学之后创业 但是我创业之后大概17岁的时候 就加入了当时还叫做Acer Peripheral 也就是宏基的周边 要直翻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业体 但是当时李坤耀也就是KY这个事业体的当时还是部门负责人 就已经很明确的知道 不是只有宏基用得到他的周边 各国都用得到他的周边 因此在短短的三年之内 他就转型叫现在叫做BankQ 也就是明基的这样子的一个集团 那里面他的人力资源部门 本来只是发展他们自己的人力资源软体的 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变成了他自己的一个人力资源的事业体等等 所以像这种spin off的一个情况 其实在台湾是屡见不鲜 所以当你在即使是内部创业 而还没有变成外部创业的时候 你也必须要跟一群你之前可能不认识的人 给得出他们的想要的那种交代 在日文叫说明责任 当你习惯不是只对你的上司跟下属 给出说明责任 而是你不断不断的在内部的创业创新里面 给得出外部的厉害关系 想要的交代的时候 这个时候共创可能第一次很陌生 到第五次就会变成一种习惯 是的就是从所谓的内部的创业 intrapreneurship来激发社会的创新 social innovation 那这中间最重要的共创的精神 就是彼此给出交代 首先社会5.0是相比于工业4.0吗 可见社会的版本号 要比产业这边来得新 是应该社会来带领产业 要求产业来创新 而不是产业逼着社会去配合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但是用社会来领导产业的意思 也就表示说我们要有一个方式 不是只是好像政府高高在上的 能够同时对几万人 几百万人几千万人说话 而是他必须很谦卑的 去倾听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人 怎么样子彼此之间凝聚出类似共同的这种价值 而传统的广播跟电视是没有这样的技术的 是直到有了social network 也就是社群网络之后才有这样的技术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又必须实时的去提防说 因为这个产业界要赚广告费的关系 让social network变成了anti-social network 反社会的网络 我们要必须透过一次一次的设计 让它变成pro-social network 亲近社会的网络 只有大家都熟悉了这样子 亲近社会的网络之后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谈 社会5.0 到底像产业要求什么需要什么 这也是台湾在2014年占领运动的demonstration 它的示范 我觉得确实就是除了刚才所讲的 台湾这个社会 因为我们有一个独特的民主的历程 的这样子一个文化之外 也要另外想要理解 我想要大家理解的就是 有很多人他觉得他 他本身虽然国籍也许不是民国的国籍 但是他也自我认同也是台湾人 那好比像说最近捷克的某一位参议院的议长 来台湾的立法院的时候 就援引了之前说 我是柏林人的这个典故 去说我也是台湾人 那这个当然就是对于民主主力 对于自由对于国际连结等等的这些事情 就像当时的西柏林一样 台湾跟香港现在是全世界在这方面的焦点 因此在参与这样子的计划的时候 大家要可能接下来也可以考虑到的 就是那些可能本来在香港或其他地方 但是现在等于是回到了台湾的 不管他本来在台湾出生 还是根本就是外国的新闻记者或专业工作者 我们现在都透过所谓就业金卡 gold card这样的方式 把这些人才留在台湾 也就是说您刚刚提到的跨文化 transculturalism 不会再只是限于我们的原住民族 或者是其他固有的族群等等的文化 也包含这些全新的全世界的文化在内 这个也是未来我们的发展的一个方向 也是或许我们可以一起留意的 当然在疫情之后 当然非常期待面对面的见面 那我们在台湾有一个说法 叫做同舟一命 大家在同一个船上 任何一个破洞都是整艘船的破洞 这个真的是我们这次防疫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绝对不是我或者是其他一两个人的事情而已 那当然同样就是作为一个 有许多的不同的岛的这样子的一个政体 我想日本跟台湾在这一方面 应该是非常能够彼此互相了解的 那在此也祝你 这个Live Long and Prosper 长寿 长寿